日前中国大陆十大银行公布 截止到去年底的逾期贷款达到了5880亿元人民币 创下了2009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那么这些贷款到底都给了谁 而大量的不良贷款会给国家还有民众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呢 我们来看看下面的报道 据美国彭博新闻社报道 截至2013年底 中国十大银行的逾期贷款达到5880亿元 同比大增21% 这是至少2009年来的最高水平 而且银行的逾期贷款比不良贷款高出31% 也创下五年来最大差距 截至今年一季度末 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达6461亿元 较年初增加541亿元 达到了过去三年以来的最高值 交通银行预测 如果经济明显下滑 或者房地产价格危及相关行业 银行坏账率可能会升到2009年来的新高 这将给银行带来更多的损失 在中国经济放缓的大背景下 借款人的日子将更难过 美国金融分析信用评级机构标准普尔认为 银行的逾期贷款是资产质量恶化的领先指标 其他国有银行 占了全国的货币80%以上 这个银行一个出问题就会牵测到全国的经济运行 偷偷的变向的发货币 比较严重的情形就是通胀和通缩同时发生 通货紧缩 就是有钱你也买不了货 没有人去生产 因为没有资金 生产企业的资金中国的难 通货膨胀是问题是什么 生产的东西价值太高买不起 90年代末 中共通过剥离四大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 成立了资产管理公司来处理这些烂账 同时注资和斥资超过6500亿美元 对银行实施了救助 那么这些钱到底去了哪里 首先带给了国有企业 你说重庆的企业遇到了灾难 国资委就发动全国的国有银行 结果成交了300多亿 一下子就缓解了重庆的资金链的断裂 非洲的援助项目比原先支付多出了三分之二 四月底 中国外汇管理局公布的数据显示 2013年中国对外投资亏损599亿美元 比上一年扩大了70% 中国银监会的数据显示 中资银行过去5年新增资产89万亿元人民币 几乎相当于美国银行业的整体规模 而中国银行业盈利占了全球银行业的30%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庆指出 中国的银行躺着都能赚钱 因为中国实行的很多政策都是双轨制 人民银行是发行货币的 但是人民银行不经营货币 货币就拿给了商业银行来运行 那么商业银行运行的越多 它肯定获得利润就越高 国家富了老百姓依然金铸 银行业的利润过高 有很大的关系 不过根据中国国泰军安证券 4月份的报告 中国16支上市银行股的平均估值 为今年预估净资产的0.77倍 由此反映的不良贷款率达到5.8% 在香港市场上 中国第一大银行工商银行 今年下挫5% 第二大的建设银行下跌3% 第三大行农业银行下挫9.7% 中国金融智库研究员拱胜利指出 中国的国有银行之所以能承受巨大的资金黑洞 除了政府的支持外 中国百姓是它最大支柱 交易所申报文件显示 截至12月31号 招商银行 普发银行 中信银行 新业银行和民生银行 这些民营银行的与其贷款总额为1330亿元人民币 比公布的不良债务高出77% 拱胜利指出 国有银行支持的国有企业扼杀了中国的市场 中信银行